人要过上 幸福快乐的日子 本来就很简单 真的 本来就很简单 是因为人的欲望无穷 自我太厉害 所以才把幸福的日子把它搞砸了 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回归单纯 心领富有 回归单纯 心领富有 那你随时 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是活在真正的天堂 净土快乐的世界里 我讲的是真的 不是比喻 如果一个人内心空虚 心领匮乏 他到哪里 他都会不安抓去 给他再多的物质条件 使得够满足一些 一个短暂期间的快乐 没多结果 一样 继续 烦恼 空虚不安 人的欲望越大 你越想跟别人谈议 你的痛苦就会越多 这事实上这些作为 这些心态 跟生命实相 是反向在操作 也就是变道而辞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就是因为对真正生命实相 不了解 误解 对宇宙真理 对宇宙的运转法则 不清楚 对生命实相 不清楚 甚至 自己抓来或是被灌输了很多错误的关联之间 用那些错误的关联之间在接领自己的人生 自己都不知道 海洋永哲力跟我说 他这样是对的 敢听敢冲 要那么多争批意 有的人经典事业 经典事业 有些成就之后就 讲出很 那么 很 从个角度说 就是 自我很膨胀的话 他经典事业有成之后 他就讲 在我的人生中 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 看起来好像很对啊 后面的惨败会等着他 等到他有一天惨败之后 他才会体会到 原来过去是多么的狂傲 狂傲 狂傲 当然这也是一般人 他要经历过的过程啊 没有经历过那个自我的膨胀 狂傲 他就不容易接受到严格 严厉的那种 充击挫折 失败 惨痛的失败 等到他那种 这个就是要 他酝酿制造很多的 自我意识 不断的自我膨胀 到后面 逆劲 逆劲 会逐渐的过来 冲击他 打击他 然后让他去体验 原来过去是 什么样的狂傲 为什么会失败 一个人如果在八级上 他一直都要 样样要争弊 像这样的人 他的人际关系 不会好的 然后会形成很霸气 霸道 后面甚至会为了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人的良心 就会逐渐沦散掉 哪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是 我们的良心呢 大家还要提问喔 哪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是 我们的这一颗良心 那很多人 热衷追逐灵意权势 他的良心逐渐沦散 所以就变成舍本着墨去追逐 外面的荣华物贵 那因为良心逐渐的沦散 所以他后面展现出的就是 越霸气 越霸道 然后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这世界 这个世界上 有些国家 同样的 用烈士这种方法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像这种情况 缺乏大 无道的话 后面就会 惨败 被听之道之为 后面就会惨败 让你清洁的下 앙 洨会 毕头 您听懂喔 公众 详